今天阿沁要来介绍这个六龟的特产 也是全台湾独有的金黄芒果 这个金黄或许大家在超市菜奇亚都有看过 这么大颗芒果 因为大家印象中芒果都小小了 看到这么大颗金黄色芒果一定非常好奇 今天阿沁针对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 我们来做一道很清爽开胃的芒果鸡肉 沙拉而且是照烧口味的 那我今天用的是橄榄油 我们加一点橄榄油在里面 来OK一点点就好 来这个鸡胸放下来 鸡胸你记得这个肉 锅子热了之后我们把它煎 来你看喔 你吃肥过的肉你看 背泡泡又黄黄看到没有 很软嫩你看看我们的鸡肉这么的软嫩 这待会做沙拉一定好吃的 先来煎一下 来来来 色泡喝下去煎一下 来来来煎的同时呢 我们就把这个小番茄 先切一点在上面 切一点小番茄 做给它熄一下 你如果是家里没有小番茄 又用大番茄也可以喔 来弄一下 等一下那个酱汁啊 我也教大家一个很方便的酱汁 来搭配这道菜 来稍微煎一下 我煎这个鸡肉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让它上色有香气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煎太久 我们不要煎太久 要不然你煎太久 鸡胸肉就会老掉了 好 稍微煎一下之后来 炸烧酱 我们倒一些炸烧酱 来 倒起来 好 炸烧酱稍微煎一下就好 就这样这样 就稍微煎一下 再補它注意 OK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来 那鸡肉咧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切了 鸡肉我就斜切 因为斜切你才可以看到 肉的暖嫩 暖嫩度 你看我现在用好之后 我把芒果 我们就直接放进去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金黄芒果它那么好吃的 口感我认为我个人建议 不要给它加热 不要煮过 因为你这个口感 跟它的香甜味会不见 我们放几块在这里 再来撒一点坚果 我们撒一点这个坚果在上面 好 来 再来 蜂蜜芥末 这个其实超市都买得到 我用一点蜂蜜芥末 我们在旁边 好 来 因为蜂蜜芥末 我觉得它的口感跟这个芒果 搭起来是很搭的 如果说你是没有胡麻酱 还是西式的油醋酱 也可以 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海盐 一点点就好了 这盘沙拉很快 你看我们这个沙拉 起来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颜色又漂亮 最主要是鸡肉搭着芒果一起吃 妈妈 我在告诉你们 我们的这个鸡肉 用这个输肥的方式 不可以做 这样软嫩 还配我们这个 金黄芒果香Q口感 两个搭在一起 是一起棒的口感 真的很棒 吃东西也有吃 我们也要喝点东西 而且我现在分享了这一个芒果饮 非常快速 简单 只需轻松 花你三分钟 一杯好喝芒果饮 营养健康天然 会出来 稍后我们大概下半颗的量 半颗 刚刚我们在撤上半颗的量 再来养肋多100ml一盒 这个我们把它加进去 养肋多把它加进去 再来统一布丁 其实是要小盒的 小盒的一盒 那没关系 大盒的你就下一半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要加布丁 如果你不加布丁也可以 你可以加什么 你可以加酪梨在里面 因为我自己做这个方法 我会加布丁 布丁下一半就好 一半加下来 好 OK 再来牛奶 我们的无量 我这里牛奶是下三杯 这个牛奶 这个水杯啊 纸杯一杯是200cc 我看两杯就好了 不要三杯 因为三杯太稀释了 我们今天就喝点欢喜 来两杯给你来 OK 好 来来来 好 我们现在 只有简单的打下去 来 下去打一下 快打几分钟 我们大概打个20秒就好 不要打太久 因为你如果抱歇口 不如你 它你的温度 你欢笑就不好喝了 这非常重要 来我们加西菇米 那西菇米怎么煮来 我快速讲一下 水跟西菇米的比例 10比1 水的比例是10 西菇米的比例是1 两个水煮滚之后 三分钟 三分钟后 关火炮着焖 20分钟 起来 你看我每一颗西菇米 颗颗分明 Q弯啊Q弯 没有看到 而且里面都确定100%有熟 你看我把它倒了 金黄芒果 来放两个 在上面 一杯好喝的 这个叫什么 好喝的金黄芒果饮 阿沁特调 爱芒果的米 赞吗 你看 今天呢 非常感谢 各位好朋友 在线上 跟大家 阿沁 来透过直播 来一起来 分享 那么棒的 高雄六规 世界的一定的 金黄芒果 所以呢 今天的芒果小教学 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 阿沁今晚非常开心 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报个段落咯 阿沁在这边 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各位晚安 拜拜